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北京房山区出现了一起假碎金事件。 一名男子为提升个人社交账号热度, 在房山区河道内抛洒了网购的黄铜颗粒, 并以收购黄金为噱头,吸引周围居民前往减食。 该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,房山警方已经立案侦查, 并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。 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, 给社区居民带来了负面影响。 这起假碎金事件再次提醒人们要保持警惕, 不要轻易相信不明来源的信息。 虚假宣传不仅给社会秩序造成了困扰, 也损害了人们的信任。 希望警方能够尽快调查清楚, 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,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安定。 同时,也呼吁网民要提高警惕, 不为不明商业宣传所蒙蔽。 在网络时代,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更加理性和负责的态度对待信息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 最先知小天下事。